我们五界说的第一个界先介绍 叫原核生物界 它当时没有细胞核 没有核膜 没有膜状胞 其实是原核细胞 好那只要原核细胞 就是细菌嘛 细菌有什么好提的呢 哎呦到 有两位科学家 一位叫五姿 一位叫福克斯 这个五姿 你们好像课本把它翻译成 叫什么 你们课本翻译成 卧西 音译 所以看你要加五姿还叫卧西 反正就是音译嘛 你就自己看 那这两位科学家呢 就研究细菌发现 我们以为的一般的细菌 事实上好像不是那么简单 细菌似乎可以分为两群 有一群特别怪 叫古细菌 所以我特别来框起来 他发现细菌当中 有一群叫古细菌的细菌 他们的性质 跟一般的细菌不同 哪里不同呢 我列出几点 第一个 我们以前高一说 细菌的细胞壁叫钙聚糖 真菌的细胞壁叫几钉质 植物的细胞壁叫纤维素 但是他发现了 有一群细菌 叫做古细菌的 细胞壁没有钙聚糖 他们的细胞壁的子质成分 也跟一般的细菌不一样 它的生化代谢繁衣也不一样 它的RNA序列也不同 这个RNA序列我本来不想讲的 你们课本上旁边的box提出来了 所以其实伍斯科福克斯 依据很多的证据指出 古细菌 它是跟一般的细菌 不同的一群细菌 它就命名它叫古细菌 那一般的细菌呢 就叫真正的细菌 真细菌 好 你们看到这里 有几点会让你们纳闷 第一个 古细菌的细胞壁没有钙聚糖 那它的细胞壁是什么 不知道各位会不会有这样的怀疑 或是疑问 为了糖色你们 不为了 那你们不要一直追问 我现在简单的回答 它的细胞壁的成分叫做 伪钙聚糖 假的太绿糖 好 这样你们满足了吗 没有 我略提一下 为什么我们高中不讲清楚它的细胞病是什么 因为佛约不可说啊 太复杂了 古细菌的细胞病奇异度很大 有些古细菌连细胞病都没有 有些古细菌就是类似太绿糖的结构 叫做伪太绿糖 有些古细菌的细胞病甚至是蛋白质构成的 它有很多不同的变化 或是有些物质你们还没有听过或学过的物质 我就跟他不要讲了 简单来说就是它什么都可能 就是没有太绿糖 那真细菌就是太绿糖的标准 所以才提它的细胞病不含太绿糖 最多就很像太绿糖的 假太绿糖 伪太绿糖 所以古细菌跟一般的细菌不同 那我们来看看 古细菌为何叫古细菌 是不是它比较原始 演化上比较早出现 比较古老呢 不是 这就是各位在写选择里 常常被私分扣分的一个地方 名词会唬弄你的 古细菌叫古细菌的理由如下 因为古细菌生活的环境 不是生活在无氧环境 像甲腕菌生活在无氧环境 或者是很咸的海水 或者是很热的环境 所以它生活的环境 要么就无氧 要么就很咸 要么就很热 这些极端环境 不类似不就像是古代的地球吗 地球刚诞生的时候 地球的大气没有氧气 地球的海水很咸 地球的海水很热 因为当时有地壳活动 有火山有岩浆还有直外线跟辐射线 所以它们生活的环境是极端恶劣的环境 很类似古代地球 你看我把这个名字念一遍 这群细菌生活在类似古代地球的环境 我们就叫它古细菌 是因为它生活的环境 类似古代地球 称之为古细菌 其实古细菌一点都不古 它比真细菌还晚出现 这我们之后会提到古细菌 其实比较新 真细菌其实比较老 那干嘛叫它古细菌 生活在类似古代地球的环境 所以叫古细菌 那这边列额三种菌 都是古细菌的代表 甲烷菌啊 氏盐菌跟超高氏热菌 那真细菌是谁啊 真细菌就是一般的细菌 你从小到大听到的细菌 都是一般的细菌 叫真细菌 就是一般的细菌 或者可以行光合作用的蓝绿菌 就叫做真细菌 好以上是圆核生物界 武之跟福克斯 发现细菌还分两群呢 古细菌跟真细菌 那既然讲到古细菌 就讲几个代表的例子吧 古细菌可以分为几类 我们举几个鲜明的代表 甲烷菌生活在无氧环境 那现在的地球还有无氧环境吗 有的 就是沼泽地的污泥 污泥的下巴 你脚踩下去下面泥巴里面 因为有水跟泥巴 把空气隔开 里面是缺氧的 里面就会有像这种甲烷菌生长 或者是动物的消化道 你的消化道 你会吃食物 会吞空气 后面有氧 氧气被你的消化道中的维生物 用光了 所以你的消化道 有时候会没有氧 那一没有氧 这些甲烷菌 就会在这些环境中 就把你肚子里的二氧化那根青 转变成甲烷 所以谁叫甲烷菌 这就可以解释 你的屁中为什么会有甲烷 是甲烷菌产生的 不过人类的屁中的甲烷含量其实还好 真正甲烷多的是 蚌蚀类的草食动物 它们的屁量才够大 甲烷菌才够多 我说的这个草食的蚌蚀动物就是 牛羊鹿 你们知道纽西兰 养羊的牧场要被抽税 那个税叫放屁税 因为纽西兰很重视环保 你养这么多养羊每天都放屁 屁中有很多甲烷 甲烷是温室气体 你养羊害了地球被污染 我要抽税 所以它们多重视环保 你放个屁都要抽税的 我说的是羊 人目前好像没听说 因为这很难记 吃了地瓜要抽多一点 这是甲烷菌 生活在无氧环境 第二个例子叫 四级高温菌 顾名思义生活在高温的环境 例如说温泉 例如说火山喷泉 都是四级高温菌 第三个叫四盐菌 也是顾名思义生活在高度 盐分的盐田或是腌制食品 就是咸鱼干 咸鱼干在表面有可能会有四盐菌 那各位看到这种菌 我家吃的咸鱼干 妈妈竟然可能有四盐菌 回家跟妈妈讲 我们这样的咸鱼干一定要煮熟哦 因为上面有四盐菌 你们不用紧张 你吃的所有食物都有细菌的 空气中都是细菌 掉下的食物就吃啊 吃细菌没有什么了不起 而且甚至四盐菌 其实是无害的 你吃腌制品哦 不会因为吃到四盐菌 让你生病 其实骨细菌 几乎都不会让人生病 所以你吃到骨细菌没事 你也很难知道啊 那如果今天你吃了咸鱼干 你不要担心四盐菌让你生病 你反而要担心 吃了太多咸鱼干 摄取过多盐分 会造成肾脏负担 会造成高血压 也造成心脏负担 那个健康的危害还比较大 四盐菌不会害你的 所以不用怕 然后这三大类 就是骨细菌的代表 生活在恶劣的环境 无氧高温或是高烟 生活在类似古代地球的环境 所以叫骨细菌 好以上我们的原核生物 就先说到这